欢迎来到月亮说,三月有多不口碑演员的剧被抬了上来,吴磊的,谭松韵的,陈晓的,还有张艺,张云龙等等,本期来聊聊三月上线的新剧评分榜TOP10,包含豆瓣和微博上的评价,以及小编客观的剧评。 冯岛的回想评价竟然垫底,吴磊的爱情而已能排在第三,超越了谭松韵的归路与陈晓的人生之路,而一部重磅新古装的评价标志榜首,远超了《春归梦里人》和《花流里》一文,如何评价这些剧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 三月新剧评分榜TOP10,宋佳,王阳主演的回想,豆瓣评分6.1,微博评分暂未公布。 这部回想可是中国名导冯小刚指导的作品哦,冯岛过去指导过《夜宴》、《唐山大地震》、《老炮》等经典作品评价都很不错,然而这部回想的评价却不是很好,豆瓣评分只有6.1。 并且,很多网友说到,这是一部披着刑侦探案剧的家庭伦理批判剧。 虽然主要以女性视角来讲故事,但却是用男性眼光来拍女性,充斥着导演对女性的偏见。 像是,剧中男性角色被塑造得都很美好,比如男主在高压婚姻中依旧爱护女主, 反而女性都被塑造得很爱作妖,又强势还不讲理,让一些女性观众看了很不舒服,因此,但这一方面就有很多观众接受不了,导致了口碑差的主要原因。 3月新剧评分榜Top9,刘旭薇,观畅主演的《青梅酸酸你微甜》,豆瓣评分暂未开分,微博评分7.1。 对于该剧,导演说,他希望达到的效果是,有那种看了就要去谈恋爱的冲动。 这是一部甜宠,治愈,下饭的作品,目前豆瓣评分还未开分,小编预测会在6.5分之上,微博目前已破7分, 而该剧主要高评价的原因有两点,一是该剧加入了AI看点,这还是挺有新意的,用AI仿生以示的故人,记忆构建神经结构最大程度的复原试者。 二诗剧中打造了很多高甜名场面,像是树冬,青梅树之吻,游乐园中的吻,外套吻,以及白衬衫吻等等,固语一般不说情话,都用行动来表达,特别是小黄瓜之吻,一声为我,让很多网友激动不已,完全诠释了, 如何正确吃小黄瓜,上次有这样影响的,还是我的小确幸的喜糖之吻哦。 三月新剧评分榜TOP8,丁雨昕,彭小冉主演的《春归梦里人》,豆瓣评分暂未开分,微博评分暂未开分。 这部古装剧由传闻中的陈谦谦的丁雨昕,搭档东宫的彭小冉,两人过去都有过经典的古装代表作,因此两人搭档还是挺受期待的。 而且《春归梦里人》一开播,在中国腾讯站内就冲破了24000的高热度,加上剧情也不错,集合替价,先婚后爱等经典桥段,演员演技不拉垮,甜的部分很甜,搞笑又轻松,整体评价还是不错的。 但全剧最大的败笔在于导演和造型师,网友觉得造型有点敷衍,明明彭小冉在东宫那么美,可是本剧的装造看起来很随便,小编觉得还没有隔壁花琉里一纹的小丫鬟造型精致呢。 而导演更是拉垮,全剧有一段彭小冉含泪跳牙的虐心戏份,这一段其实只要正常拍摄,配合虐心的BGM就可以了。 大家也不求导演拍得像东宫那么唯美,但导演偏偏一直拉镜头,让观众看得有点晕,还有网友吐槽,这是印度式运镜,一点美感都没有。 好在呢,该剧的剧情和演员是过关的,就是制作组真的太敷衍了。 3月新剧评分榜Top7,徐正希,孟子义主演的花琉璃一文,豆瓣评分暂未开分,微博评分7.4。 这部花琉璃一文改编自月下谍影的小说造作时光,小编想说,虽然目前微博有7.4分,但豆瓣应该不会给高分,在小编看来,这完全就是硬生生的将夺迪迦全谋的大戏剧本,改成了一部杀雕甜爱剧啊。 但对于古偶的形式来说,口碑评价还不错,又甜又搞笑,女主的人设有反差感,半猪吃老虎,一个撩而不自知,一个被撩难自持,而且该剧的质感也不错。 孟子义的造型几乎每一套都很美,艳丽又贵起,能看出造型师的用心。 而小编最喜欢看孟子义在该剧中浮夸式的表演,实在有点好玩呢。 而对于徐正希,小编认为他在这部比虫子里的要帅很多,徐正希长着一张全尘脸,虫子先锋倒鼓的师傅设定真的不适合他,反而在《花琉璃》一文他眼冷面太子去夺权要适合得多。 另外,该剧的剧情就不能去深思了。 三月新剧评分榜Top6,毛晓彤,张力主演的《心想事成》,豆瓣评分暂未开分,微博评分7.5。 《心想事成》是一部写实题材的都市情感剧,这也是毛晓彤记三十而已,乔家的儿女后。 又一部写实情感剧。 目前,《心想事成》在微博的评价还是不错的,可能仗着毛晓彤的口碑,达到了7.5分,但豆瓣上的评价不算很好,该剧把主角设定为平凡的北京人姐妹,但她们却被网友吐槽太富了。 网友指出,不是每个北京人都能住得起四合院,能住四合院基本生活环境都不错,但剧中两姐们设定是普通人,该剧主打写实,却毫无生活气息,很多刻板印象。 小编觉得,想拍北京人的生活,却没有拍出北京人的痛点,演员念的北京特色台词也让观众觉得很出戏。 其实毛晓彤等主角演技还是在线的,她和王子役CP感也很强,就是剧本被认为没有现实感。 三月新剧评分榜Top5,谭松韵,景博然主演的龟禄,豆瓣评分6.0,微博评分8.2。 该剧两平台的评分差距可真够大的呀,豆瓣竟只有6.0,其实该剧两位主演都是很有好感的演员。 很多网友对龟禄抱有很高的期望。谭松韵是公认的收视女王,过去和她搭档的每位男主几乎都有超强的火花。 但这次龟禄搭颈勃然却被说两人没什么CP感,而爱情剧最重要的就是能擦出火花。 总体来说,龟禄制作其实蛮精致的,前半段的雪景,曲景很美,剧情也不降致,就是节奏有点慢,而且没有拍出旧爱重逢,极限拉扯的感觉。 很多观众觉得两位主角全程苦着张脸,但大家又不知道他们为何而忧郁。 小编也认为,谭松韵更适合饰演开朗活泼一点的角色。 三月新剧评分榜Top4,陈晓,李沁主演的《人生之路》,豆瓣评分暂未开分,微博评分8.7。 《人生之路》是一部年代情感剧,该剧口碑评价很不错,微博达到了8.7分,豆瓣预测也不会低,该剧在央视播出收视率已经要破2了。 主角陈晓与李沁都是以颜值闻名的古装男神女神,但在这部剧里,他们却将肤色涂黑,让自己贴合农村人民的人设。 网友称赞陈晓将男主高嘉林身上的自尊、自卑,以及脆弱、朴实、还有虚荣等,各种模样都演绎得很到位。 其实在原著小说中,男主不太讨喜,他在农村女孩刘巧珍和城市女孩黄亚萍之间摆档,人设其实有点渣,但观众可以理解他的摆档。 这是个复杂的角色,陈晓与依旧能够演了出来。 唯一获得批评的是编剧,网友觉得编剧没有把原著小说改编好,偏离了原著。 改动很多内容,却失去原著的内核,演员的方言台词也说得有点出戏,而其他部分的评价基本都蛮好。 三月新剧评分榜Top3,吴磊,周宇童主演的爱情而已,豆瓣评分暂未开分,微博评分暂未公布。 让我去你的俱乐部打网球,我是练羽毛球的。 你要一个上不了场的球员在你队里干什么? 不管别人说什么,我都坚信你就是我压正的那个人。 这不爱情而已,一开播就登顶热度榜冠军呀,吴磊自去年星汉灿烂后就晋升人气小生。 爱情而已,大家期待好久了,播出后火速在中国腾讯站内冲破两万的热度。 该剧不仅热度高,口碑评价也很不错,很多网友目前都打出了四五星评价,大部分好评都是在剧情上,说这是一部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爱情剧。 该剧剧本真的还蛮写实的,女主角梁友安是一个年过三十的总裁特主。 这个年龄的女性在职场尴尬且微妙,没勇气换工作,却又不满意现在的生活。 小编觉得,周宇童将这份丧演绎得非常到位。 而吴磊饰演运动员更是荷尔蒙爆棚,他将皮肤晒得有黑,让自己贴近运动员的角色。 虽然剧情被说有点慢,但整体品质过关,小编也是原本以为会是一部普通的爱情剧。 但现在看来,爱情而已,更像是一部都市题材剧。 不管是剧情还是节奏,又或者是人设,看起来都很有感觉。 三月新剧评分榜Top2张艺 陈宇斯主演的《她是谁》,豆瓣评分7.6,微博评分8.7。 受害者不为年轻女性,死亡原因是利器切割后步。 没有指纹,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第一次玩现场。 碎尸正好能掩盖她割后的手段。 狂飙后的张艺太狂了,自从这部《她是谁》抬了上来后,也成功走热,并且口碑又一次爆炸。 该剧取材自《中国真实案件白银杀人案》和《南大碎尸案》,采用了多线叙事模式。 让一个案子引出另一个案子,破案过程又连续反转,带给观众欲罢不能的悬疑体验。 特别是强节奏的叙事手法,让故事情节更有张力,整体也营造出了悬疑氛围,故事条理清晰,质感又好,而且对于刑侦剧来说,这才是真正的快节奏,毫不拖泥带水。 最重要的演员演技也都在线,个性鲜明的群像戏为剧情增光了不少。 因此呢,豆瓣达到了7.6分,微博更是接近了9分。 小编想说,事实证明,悬疑剧不一定非要追求离奇的剧情,或者复杂到脱离实际的罪案,同样可以在现实题材创作的土壤中,揭出美丽的果实。 大家认为呢? 三月新剧评分榜Top1,张云龙,陈若轩主演的《山河之影》,豆瓣评分暂未开分,微博评分暂未公布。 要是死过一次。 姐姐! 这世间,就没有什么害怕。 我是李乌。 在鸡鸽像长大的小赛。 十年后我发誓,绝不奉过任何作恶。 前阵子上线的《山河之影》引起了全网的好评。 这也是三月季《春归梦里人》和《花琉璃一文后》的第三部古装剧。 在剧情、浮画、主演演技等方面都比那两部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哦。 遗憾的是,这部剧的热度还不够高。 该剧改编自陆阳指导的同名系列电影《秀春刀》, 主要讲述了剑文三年,两位少年以赤子情怀,协力冲破人生困境的江湖故事。 《山河之影》这部剧不同于以往那些披着武侠和全眸外壳的爱情剧。 这部剧的剧情张力十足,让人能够沉浸其中,可以说是非常的出彩。 网友纷纷表示,故事紧凑,又有电影质感,从配乐到不仅和光线,都很精致,特别是浮画到非常用心,演员演技也很不错等等。 当然,《山河之影》作为一部武侠剧,打戏自然少不了,当年《秀春刀》让小编一度痴迷锦衣卫的《飞鱼服》和《秀春刀》。 这部剧有种让小编梦回秀春刀的感觉,冷兵器之间的碰撞再加上丝滑的武打动作,和巧妙的运镜,质感效果极佳,小编看得好不快活呢。 总而言之,《山河之影》可以说是一部将武侠和全眸巧妙结合的佳作,既有朝堂的险恶和全眸的悬疑谜团,又巧妙地加入喜剧元素,让原本严肃的剧情显得不那么单调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剧中张云龙饰演的礼物,可谓将一个底层小人物给演活了,喜剧感的塑造,让整个人物成为了该剧的气氛担当,在紧张的波涛暗涌,波云诡诀的《江湖全眸棋局》中,增添了几分幽默色彩,整个观剧更加轻松惬意了许多。 因此,小编将该剧放在了三月口碑榜的第一名,如果让小编来定分,这部剧绝对有资格在八分之上。 好啦,小伙伴们,三月的剧,你看过哪几部呢?订阅我,提前预知四月的代步新剧哦。